同学们好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郭伟 今天要讲的内容是 营运能力比率 营运能力比率也可以称作是资产周转率 它反映的是不同形式的资产的 周转的结果 那么一般常见的相关的比率 主要包括 应收账款周转率 重获周转率 流动资产周转率 营运资本周转率 非流动资产周转率 以及总资产周转率 那么这每一种周转率 通常用三个常见的计算公式来描述 比如说 毛毛资产的周转次数 毛毛资产的周转天数 以及毛毛资产与收入比 那么这个里面 资产的周转天数 就等于一年的天数 比如365天 去处以该资产的周转次数 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资产 我们通常都希望 尽快地加大它的周转的次数 因为在相同的周期里面 周转率越高 或者说周转次数越大 那么能够为企业创造出来的 总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多 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些指标 逐一进行介绍 老师 关于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 该如何计算 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 又有什么要注意的 应该要注意的问题 真的挺多的 下面我们就来进行详细的这个介绍 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或者也叫做应收账款的周转次数 它是等于营业收入 去除以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也就是说我们公式的完整表数 分母应该是使用的 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主要是保持分子分母 在时间上的一致性 分子中间的营业收入 是来自于利润表 反映了一年 这样的会计周期里面的 经营成果的体现 而分母应收账款 是反映某一个特定时点 资产负代表上面 这个科目的信息 所以我们通常需要把应收账款 去年初年末的平均值 这样跟营业收入 保持在时间上的一致性 如果说我们作为内部管理人员 有足够多的信息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把应收账款 去它的阅读平均值 这样会更加准确 那么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 就等于365天 去除以应收账款的周转次数 也就等于365天 除以营业收入 再乘上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而应收账款与收入比 就是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去除以营业收入的比值 好 那么对于应收账款周转率 我们在分析过程中间 需要注意下面的一些 具体问题的存在 第一 营业收入 它的社销比例的问题 需不需要进行具体考虑 从理论上来讲 我们的计算公式 是营业收入 去除以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应该说这个公式还不够准确 最准确的计算公式 应该是等于 社销收入去除以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种账款 我们要考虑怎么产生的 它是来自于企业的 社销行为带来的结果 因为我提供了社销 所以才会产生应收账款 所以从理论上分析 它的最准确的计算公式 应该社销收入 除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但问题是 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是作为财务报表的外部使用者 我们没有办法 获取企业准确的 社销的收入的这个数据 所以只能是用营业收入 进行替代来进行计算 第二个注意的问题 应收账款连没余额的可靠性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应收账款是因为 少数的几个客户 带来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客户什么时间 节点还款 是年末还是年初 比如说它到底是 年末的12月31日还款 还是下一年年初的 1月1号进行还款 哪怕仅仅差一天 那么我们应收账款的 年末的这个数额 就会成为很大的差异性 必然会导致我们的 周转次数的计算的结果 因此差异也非常明显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因素的影响考虑在内 第三 应收账款的减值准备问题 在资产负债表上 应收账款这个科目反映 是它的期末这种禁止 也就是应收账款的 期出余额 减去当期计期的坏账准备 得到这种禁止 填列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看 应收账款的期末的禁止是多少 还要通过资产负债表的复数的内容 去看公司在当期 它具体的减值准备是不是合理 比如它的具体的比例 是不是跟行业均值保持的 合理的对应关系 以及呢 为什么发生比较大的 这种减值比例的这种调整 这可能都有了 更严重的问题 隐藏在其中 那么第四 应收票据是否应该 进入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从CPA的教程上来讲的话 是需要考虑在内的 第五 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 是否越少越好 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呢 进行了进一步的这种分析 从理论上来讲 周转天数越少 就意味着周转次数就越高 那么呢 对企业而言是越有利 但是应收账款 我们不能这样单纯的去理解 因为应收账款对企业来说 实际上是一把双人键 企业通过提供设销行为 从而产生应收账款 但是设销是有利于 增加企业的营业收入 甚至来增加企业的利润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设销实际上对企业 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那么因此带来 应收账款的这个天数 就必然是一个现实的现象 所以应收账款不一定 它是周转天数 越少就越好 保持了有它的内在的合理性 第六 应收账款这个信息 我们不能顾虑的分析 还应该把它跟奢销分析 跟现金分析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 我们把应收账款的增长比率 跟奢销的增长比率 把这两个数据增长率 放在一起进行对比 如果说应收账款的增长比率 远远高于奢销的增长比率的话 那么就说明应收账款 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要么就是什么呢 奢销的行为 那么是真实的 但是呢 款项我收不起来 企业的收款出了问题 对企业自身的发展 就是不好的影响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现象 为什么应收账款增加的特别多 可能呢 这种奢销行为本身就是虚假的 根本就没有这种业务发生 根本就收不到款 所以企业为了掩盖这种行为 才把这笔款项放在应收账款当中 必然带来它的大幅度的增长 下面这道单选题 大家考虑一下正确的选项应该是什么 可能有些同学在这道题目计算过程中间 会发现好像算不出来一个理想的结果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说应收账款的增长天数 就应该是等于一年的360天 去除以应收账款的增长次数 那么应收账款的增长次数 应该是多少次呢 那么我们就用营业收入 去除以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可能有些同学在这里 就会对于题目中间给出的 快换准备的计题比例10% 这个信息就会产生一些疑惑 这个信息有没有用 题目里面已经明确告诉我们 年初的应收账款的余额是300万 年末应收账款的余额是500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没有必要考虑快换的计题比例 那么应收账款的平均余额 就是年初年末的平均值 就等于是400万 所以应收账款的周长次数 360天去除以400万 等于15次 应收账款的周长次数 就应该等于营业收入6000万 去除以平均余额400万 就等于是15次 所以应收账款周长天数 是360天除以15次 就应该是选项第24天 老师 现在接下来的存货周长率 又该如何计算呢 然后它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 又有什么问题呢 存货周长率同样也存在了 一切的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的进行分析 存货周长率 或者说叫做存货周长次数 它是等于营业收入 去除以存货的平均余额 那么对于这个计算公式 我们要注意 在计算存货周长率的时候 那么除了可以使用营业收入以外 也可以使用营业成本作为分子 这要看我们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分子中间的营业收入 用营业成本进行替代的话 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评估 存货管理它的具体的业绩的成果 所以用营业成本去除以 存货的平均余额 存货的周长天数 那就是等于365天除以 存货的周长次数 等于365天除以营业收入 乘以存货的平均余额 好 同样的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 存货的周长天数 是不是越短越好 我们说不一定 因为什么呢 从理论上来讲 存货周长天数低要比高要好 但问题是 现实当中我们要考虑一个风险 如果企业的存货过少 必然会产生缺货的影响 不仅会减少企业的收入 甚至会影响企业的生育 所以企业往往需要保持 一定数量的安全库存 所以存货的数量不是越低越好 那么相应的存货周长天数 同样的也不是越低越好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 我们要把存货的数额 跟应付款项 应收款项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 企业的这个呢 采购和销售的模式 如果没有发生变化的话 那么应付账款 应收账款和存货 这三个科目的金额 应该是保持同向 近视比例的变化才是合理的 如果变动比例不一致 我们就要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性的原因 还有第四个问题 我们不仅仅要关注 那么期末存货的余额 跟期末的余额之间的绝对值 或者如果百分比的变化 还需要关注什么呢 关注存货的内在结构 有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比如说 如果我们看到存货的期末余额 跟期末余额 基本数额没有改变 但是有可能中间是有很大的风险 期术存货这种结构 它可能是呢 原材料占了90% 但是到了期末的话 可能呢 原材料只占了10% 而产生品占了90%的比例 那么这种结构的变化 实际上是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的 实际上说明 当期生产出来的产品 卖的不好 形成了质压 才变成期末 以产生品为主 如果你卖的好的话 又变成了现金 就可以买一把新的原材料 所以我们还需要关注 存货内在结构 有没有出现一些异常的改变 老师 您刚刚说的两点 我已经明白了 那么现在接下来的 流动资产周转率 有该如何计算呢 在我们学习过程中 有什么要注意的 流动资产的周转率 还是比较简单的 流动资产的周转率 也就是流动资产周转数 是等于营业收入 去除以流动资产的平均余额 那么我们前面 在分析流动比例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了 在流动资产当中 那么我们还要关注 两个额外因素的影响 就是重货和营专账款 因为这两项 不一定能够 及时足额的进行收回 所以我们要关注 应收账款和存货 他们的周转状况 对流动资产 产生的相关的影响 营运资本的周转率 它的计算的公式 就是等于营业收入 去除以了 营运资本的平均余额 营运资本的周转天数 同样是等于365天 去除以营运资本的 周转的次数 那么这个指标 上来说 这个是比较清楚的 同样的 非流动资产的周转率 计算的公式 也是比较明确的 非流动资产的周转次数 是等于营业收入 去除以 非流动资产的平均余额 我们在分析 这个指标的时候 要注意 主要是要针对 投资的预算 和项目的管理 分析企业的投资 是否是与它的竞争战略 保持一致 跟企业的收购 或者说剥离的政策 是不是合理 从这些因素要考虑 企业它的非流动资产 够这种合理性 老师 我想最后问一问 这个总资产周转率的 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 又有什么要注意的 好的 那我就来解释一下 总资产的周转率 或者叫做 总资产周转次数 是等于营业收入 去除以总资产的平均余额 那么 总资产周转天数 是等于365天 除以总资产的周转次数 那么资产周转天数 就表明了 资产周转一次 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从理论上来讲 这个时间越短 就说明资产的使用效率越高 产生的盈利性就越好 对企业管理者而言 就是要想方设法 提高所有各种类型的 资产的周转率 从而来创造出来 更高的这种经济的 这种价值 下面这道单选题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流动资产周转天数 应该是多少天 我们来分析一下 该企业的总资产周转天数 是等于1年360天 去除以周转次数两次 所以是180天 非流动资产的周转天数 相应的计算出来是120天 那么流动资产的周转天数 就应该是 总资产周转天数180天 减去非流动资产的周转天数 120天 因此是60天 好 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